重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四面环山依少而见闭 称为山城雾都 被大多数游客西成为五地魔幻城市 让北方人都分不清洞乱西北 让导航都失想 接下来让我带你们逛一逛重庆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姐 我终于没有穿睡衣了 然后现在已经在家里 差不多待了快一个月吧 然后今天出来了 现在在 今天给你们去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 重庆有一个比较 比较有历史的地方 叫领事巷 这里就是领事巷 可能真的很 很少人知道这个地方嘛 其实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 然后今天出来 就看一下 因为它这里是1891年的时候 英国 美国 法国 日本 德国 他们相继在重庆开了一些 在重庆开设了领事馆 英国 理事馆旧职 1890年的时候 开始在这边开设的 然后1939年5月4号 遭日击轰炸之后 然后就迁到了文凤厢 它以前的旧职 就是那个照片上的 然后现在 估计是经过翻新 然后修建了 它是1896年的时候 在这里设的 比英国要晚几年 这里是它的旧职的照片 法国领事馆的照片 有一点 看着旁边还特别的荒芜 这里还有一个小面 小凤面 这是一个小区领事馅 这只张老照片特别有感觉 老重庆的感觉 全部都是坡坡坎坎坎坎坎 这个是领事馆的分布图 我们刚刚是走 从那个英国领事馆这里 进来到法国 它这里还有一个仁爱堂 是法国 现在它是一个 现在它是 现在是一个医院 以前的前身叫仁爱堂 乌福公 是哪里哦 德国领事馆 打枪坝 这里还有一个打枪坝 三层香 圆明天灯像 明朝时期的居住区之一 哦 屌了 这法国人在1902年的时候 修建了仁爱堂 医院教堂 还有修道院和神父的住房 1901年的时候 仁爱堂跟那个工人医院合并了 好 这里就是它的旧址 自然已经就是危强了 哦 现在是用电了 现在用电了 过去那是用的有的吗 这个不是没有 没有灯是吧 我们当小孩的时候 都用过来给你 掉起来 晚上就录了那么掉起来 这个我们很小的时候 好多年都没有见过 现在 我们当小孩的时候用过了 我们小时也用过 没想到 就点着点着 妈有灯 我们只要没有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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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用来做灯 也很小很小的时候 很小很小的时候 但是比印度那个平民库 还是要好 比平民库还要好 哇 这个看着 看着差不多 就像南威露一样 本来原来都是这种 就是这种 老重情 已经有个一百来年了 现在已经都拆掉了 现在已经都拆掉了 我们在这里 上海 走 上海 收集 就有LE going 了 快去 找路 下海 特别 山城步道 这里是山城步道 对 这里是一个比较紧急 再往上再往上走就是那个领事巷 我们是从领事巷往下走的下来的 然后这里就是一个景点 感觉就有很多商铺啊什么的 就是到重庆来玩的可以过来逛一下 他这里有一个 他上面说叫天上的街市 可能是做宣传的 这里现在的疫情防卫还是一时还是很强的 基本上也上不去 只能下来但是上不去 现在重庆不是今天已经去年了